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这两个东西不仅可以了解函数的信贷 简单给你一个函数 你就可以了解去研究它的信贷 到底是什么地方增加 什么地方减少 可以求出它的极值 另外还有什么可以了解它的 用这个方法可以研究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最值的求法 我们刚才讲 因为以前一开始讲极值的时候讲过了 什么叫极值呢 相对极值 小范围里边的最 那么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 就需要研究这个函数 在整个区间上 就是我研究的定义范围里边 它到底有没有最大最小 尤其是应用问题这特别多 应用问题 最后我们经常要实际问题碰到 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咱们最省材料 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利润最大 对吧 这种问题 实际问题经常要最优 目标要最优 这是我们很现实的问题 最优就是什么 就最大 或者最小了 省材料 省时间最小了 那么好 我们就要讨论这种问题 那怎么做呢 我们有几条原则 首先 连续函数的最值点 请注意 连续函数肯定有最值的 必须像连续函数有最值 记得吧 肯定有的 那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是在极值点或者区间的端点 就是大概在什么地方呢 有可能是极值点 极值点虽然是相对极值 那你把这些相对的老大 老大多少呢 谁更大 那他最大了 那就是局部的最大 就可以找出整体上最大 但是还有个问题 可能那个地方是两个端点呢 端点他不是不算在极值点里面 好 这俩也参加进来 看一看谁最大 谁最小 所以实际上就是 最大值应该在极值点或者端点 反正在这些里边 其他的点咱们不考虑 先把这些点给弄出来 所以这个原则其实非常简单了 好 举个例子 有一个函数 对吧 Fx等于一个立方根下边是 好 要你求最大最小的 怎么做呢 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原则 只要求 把极值点和端点全部弄出来 然后看看谁大谁小就行了 所以这个方法很简单 对吧 先求极值点 或者说可能的极值点 对吧 可能极值点是谁 是注点和导数不存在的点 F1x等于谁呢 这个函数 求导数 怎么求 这个函数 请注意 找办法 练法则 练法则 先看这个函数 练法则有点像脱衣服一样 先把外面一层给它脱掉 当然讲得有点粗俗了一点 先脱外层 一脱 外层谁呢 u的三分之二次方 对吧 它穿一件大意 是密函数的大意 u是谁 x平方 减两x 三分之 本来是三分之二 对吧 好 写到前面去 这还从谁 负的三分之一次 好 这一层解决了 然后又脱一件 这一件 这一件挺简单 对吧 这一件 这一件一脱 x平方 两x 这一件两x 行了 不能脱了 对吧 再脱就露线了 怎么样 到头了 不能 没必要再做了 好 把它的注点找出来 这很好找 对吧 注点 显然 它等于零是注点 主点 x等于一 这个 这个点 请注意 这个点是负三分之一 它跑到哪去了 分母上 也就是 如果这个东西等于零的话 那是导数不存在的点 好 还有 是谁 x等于零 x等于二 那么这三个点是什么点呢 可能的极致点 可能是极致点 不一定 对吧 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讨论 它到底是不是极致点 是极大还极小呢 没有必要 为什么 总共不就这几个点 再加上端点 那你把它的点拿出来 一笔就完了 最大最小反正在里边了 像这种时候就没有必要去讨论 是不是极致点 或者是极大极小 没有必要了 咱们把它们全弄出来 对吧 好 F1 F1 1-2 平方 那是 开方还是1 开立方还是1 对吧 好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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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弧力是0 0 还是0 F2 F2 2的平方4 这又是0 哎呀 忒好了 三个点 内部三个点 两个端点 F2 F2的平方4 这儿F2乘F2也是4 8 8的平方64 64开立方 哎呀 净碰到好数 对吧 第五个 X等于3 右端点3 9 9-6 3 3的平方 开立方 里边是 9-6的平方 是9 你看 一看就清楚了 这题非常显而易见 这俩是最小的 这个是最大的 行了 所以 F 在最大值 在X等于0 还有2 取最小值 最小值是多少 0 在X等于-2 端点 取最大值 4 就可以了 这个题很简单 很简单 那你就受不了了 我说把100个点全拿出来 那不行了 那就要另外分析了 对吧 那就要分析了 就是说咱们要看具体题 给你的题 那些讨论的点如果很少不多 那咱们就可以把它们拿出来比一比 如果很多 那可能就要用别的办法 看一看 是不是能把一些点 很大量的点 给它陷在一个小范围里边 那些点可能 不可能最大最小 当然要去看具体问题了 好 下面第2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刚才说了 咱们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实际问题 高等数学学到现在 说老的话 实际问题讲的真不算多 虽然我们讲概念的时候 讲了不少实际问题 对吧 讲了 讲了什么 由路程求速度啊 对吧 这个由曲线求斜率啊 求这个限质量 求密度啊等等 讲过 对吧 也举过一些例子 但是不多 多数是一种 纯粹的数学的 一种题目的演算 或者命题的推力 命题的推导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些应用题了 经常这个 像维基峰里边 咱们要考核的话 这个地方出应用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个实际问题 咱们要求它的最优目标 最优化 这问题能不能有最优的答案 那么好 在解决有实际背景的应用问题时啊 当可导函数在定义区间情有唯一注点的时候 而问题呢 又显然有解 且不可能在端点达到 这指注点必定是所求的最大最小值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做一个题啊 一个应用题 最后解出来呢 就一个就一个注点 注点唯一 注点唯一呢 而且我们这个实际问题肯定是有解的 从这个分析上 从我们的或者说从我们的实际经验 或者说是从我们的问题本身思考分析下来 它应该有解 而这个解呢 不会在端点分析下来 好 那就它了 就唯一了 就它 那时候就什么意思 你不用再去讨论 哦 它是解大还是解小 是唯一的 不用 不用讨论 就它 因为可能性就在这个地方 只有它 别人不可能 别的地方不可能 所以就不用讨论了 但是前提是 注点唯一 第二 问题有解 但是不能在端点达到 不会在两个端点达到 那么这个就简单了 你省得讨论了 讨论有的时候也挺麻烦的 好 求底面半径为两厘米 高为三厘米的正圆锥 其中的内阶 长方体的最大体贱 蛮简单的 不很难 一个圆锥 一个圆锥 圆锥中学里肯定学过 对吧 一个圆锥 一个正圆锥 里边呢 露一长方体 你看这个图上也很清楚了 这个长方体的底和圆锥的底是在一个平面上 那么当然了 长方体上边那个四个顶点显然是碰在圆锥的侧面上了 对吧 那么你可以想象了 这个圆锥 这个长方体可以细长一点 瘦一点 瘦身一点 瘦身一点 可以长一点 对吧 但是那也可以如果你这个长方体这个比较胖呢 比较那个那个底面就比较大呢 那就低一点了 你上不去了 对吧 那到底什么时候好呢 最大体积多少呢 好 咱们来做一下 这个题做一下 这题不难 这种应用类题目呢 多数在数学上是 最后这个目标 目标函数如果出来以后是不太难的 但是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会有出问题呢 就是建立模型 也就怎么样 我给你是一个实际问题 你要把它提炼出一个数学表达式 往往是有一个目标函数 这个目标函数最大还最小 这个有的时候会有点难度 有的时候会你做的好不好 做的是不是表达的形式比较简单 或者复杂 有的时候甚至于做不正确 这个里边是有差别 那么现在我其实这个图画的很清楚了 大家可以看 这个正方体在里边 这个长方 这个圆锥的高是三厘米 这个底面的半径是两厘米 我这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高三厘米 直角边 这个直角边是两厘米 那么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儿有一条 就是从长方体上底面的中心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圆柱的侧面 圆锥的侧面 这一段长度 这一段长度 我们设 长方体 底面 底面中心 上底面吧 上底面中心 到 到它的上底 到上底 上底面 是个四边形的顶点 是个四边形顶点 顶点 这个四边形顶点 其实是个正方形了 顶点的距离 为X 为X X厘米 厘米 小心 我在这个图上 这个三角有点斜的 把它拿出来 这个是3 这一段是2 对吧 可能有点比例有点不太好 大一点 好 3 2 这个地方是 就是这一条是X 现在 对吧 X 好 那么请注意 现在这个内部的体积是多少呢 则 内界 长方形 体界 长方体 体界是多少呢 太容易了 底层高 V 等于 底面界层高 底面界是个正方形啊 正方形就是上面这个正方形 正方形现在 边长知道了 边长好像不知道 但是 那个 对角线的一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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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上面那个面积是多少 就是X 平方 乘以2 因为这个 长方形的 边长就是 根号2X 没错吧 想一想 现在表情不太好 很多人表情不是很理想 看上去以后 其实好像误的比较慢 对吧 咱们要 应该很简单 中学 小学之识说得点 长方形 对吧 长方体 哎呀我现在做小学老师 当然也许我误解了 这个是X 对吧 那这一段多少 好 根号2X 好 底面积就是 底面积就是 2倍的X平方 没错啊 好 高呢 高下面这一段 现在这一段怎么处理呢 当然也很 同样很简单 这个三角 这儿有个三 有个三角形 咱们用相似三角形就行了 对吧 这个是高 这个是高 这是叫H 3-H 3-H 是上面这个小三角形的高 整个呢 3呢 是大三角形的高 等于 小三角形这条边X 大三角形这条边2 对吧 那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好 只要把这个 把这一项 乘过来 2分之3X 然后一项 好 我们就可以得到 H等于多少呢 从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看出来 H等于 如果把这个3分之H移过来 它移过去 H等于3倍的 减去2分之3X 没错吧 对吧 把这个 这个删除它是1 它移过去是2X 3分之H移过来 然后3一乘 3减去2分之3X 好 这个高就是 同分以后 2分之6减3X 这个题那太简单了 2和2约掉 这个3提出去 3倍的X平方 2-X 好了 这是一个 三次函数 当然 像这样的题 可能在中学里 咱们在座的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有办法求他的最小值 最大值 对吧 肯定有办法 但是现在咱们怎么样 当然 没有必要去凑那个平均值这种方法 算数平均值大于几何平均值 咱们怎么样 就直接求导数吧 V的导数 对吧 6X 或者是 或者呢 咱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数字 6X平方 那就是12X求导数 第一项 6X平方导数12X 第二项呢 3X立方求导数呢 是9倍的X平方 好 那么就得到注点 注点 注点 当然这个注点解起来好像两个了 一个是X等于0 还有一个X等于3分之4 没错吧 好 但是请注意注点 X 我就写一个X等于3分之4 我后边说一下 在 定义 X大于0 比如小于 小于2 我这样写 你明白吧 我这个立方体 你这个 这个X啊 你哪怕说的再小 再小 这个立方体只要存在 它不会等于0的 就是这个 我这一段X不会等于0 除非你收缩成一条线了 那它是0 0就收缩成一条线 那不是立方体了 不是他方体了 所以它肯定大于0 第二呢 你把它压扁了压扁了 压扁了 压扁再扁 除非变成一张纸了 和那个 和这个底面 这个圆椎的底面重合了 那时候高度0了 那好 这个X等于底面半径2 所以 只要立方体存在 总归在这里边 所以咱们的定义是0到2 0到2里面只有这一个注点 唯一注点 唯一注点好 根据实际问题 你这问题总共应该有最大至最小子 应该有最大的体积 应该有 你看 拉成一条线 越细高的 它越来越小体积 压扁了 压成一个薄的 薄的跟一张纸一样 体积是0了 中间肯定有一个状态是最大的 所以有实际问题 你这个实际问题 最大值必定存在 你不会 而且不会在X等于0和X等于2这个地方 好 所以 这个V的 四分之三 X等于四分之三 等于多少 算出来 等于四分之三 再带进去好了 三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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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就这个数 那么就是 这个三和这个三的平方 好 这个地方就是 本来是九分之十六 那么三越掉了 那就是三分之十六了 对吧 里边呢 这个是二减去 本来是三分之六减去三分之四呢 是三分之二 也就是九分之三十二 也就是九分之三十二 最大值 就完成了 就别讨论什么最大最小 不用讨论 极大极小都不用讨论 对吧 左胜右腹 所腹右胜 都不用讨论 就他一个 而且肯定应该有 那就他了 所以这个呢 就这样一个例题 这种例子 一般都不太难 不太难 就是怎么样 主要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搞清楚 别弄弄错了 下面呢 又到一个新的内容了 叫函数的凹凸性和拐点 首先看一看凹凸 凹凸性的这个名词 这个名称啊 好像不像数学名词 咱们讲这个 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有凹凸 凹凸这个概念 对吧 这个地方凹下去 那地方凸起来了 人也有 对吧 人这个人 身材很好 凹凸有志 对吧 也有这种 这就是咱们有这个 有这种生活名词 那这个凹凸怎么样呢 咱们看一个 fx在区间要连续的 不连续不讲了 不连续破坏掉了 对吧 破坏了这个连续 这个曲线本来很美的 你断掉了 那不行 存在如果任何两点 x1 x2 在这个区间里面 还有α是0 如果有fαx1 加一件αx2 这句话好像挺奥口的 什么意思 如果有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就称f在x是下图的 也称函数曲线在i是下图的 在i是下图的 啥意思 好像挺奥口的 对吧 其实挺简单的 咱们把图看一看就明白了 咱们换这张图 上厨你看 这张图 曲线 这个就是函数fx 随便那两点 x1 x2 随便弄两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αx1和1-αx2 什么东西 你想嘛 α如果等于0是谁 α等于0就是x2 α等于1呢 就是x1 所以这个 有这个α以后 就当中一个数 就是这个αx1加1-αx2 就是x1 x2 当中一个点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值了 就这一点的函数值了 它一定小于什么 右边 又来个αfx1 一件αfx2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 实际上 请注意 αfx1 就在这儿了 就是 从这儿做线做过去了 αfx2 就从这儿做过去了 那么跟刚才同样的道理 这个αfx1 一件αfx2 肯定就在这两个线怎么样 当中 你看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 大家已经学了代数了 其实就是一个线性组合 两个数 不会给你两个数吗 做一个线性组合 这个组合数 正好 组合的细数 加起来等于1 所以这个一组合以后 在这两个数的当中 x1 x2 αx1 一件αx2 在哪儿 在这两个当中 对吧 就是这一点 那么 函数呢 fx1 fx2 一组合呢 在这个当中 在这儿 什么叫下图的 函数值小于 在它对应的这个地方 上面有一条弦 或者说 曲线上 你画一条弦 曲线在弦的下方 随便你在哪儿画 永远曲线在弦下方 好 那么当然了 也有上图的 上图你可以想象 拱起来的 对吧 下图 上图 咱们叫为啥叫下图 不叫凹呢 你不是凹凸性吗 以前有的书上 你去看高中数学 里边都把这个叫上图下图 这个凹数叫图凹数 有什么概念 图 没有凹 不提凹 不大提凹 但是知道就行了 有的时候你看到人家说凹 凹就是下图 好 那么如果把这个小于等于号 改为严格不等号 那么叫严格图 严格下图 那么下图我再说一遍 而形象的来说 格线在曲线的上方 做一条格线 或者说弦 弦线 格线在曲线的上方 隔线 或者叫弦在弧的上方 什么判别凸性呢 到底是凸 凸怎么判呢 怎么判别呢 也蛮简单的 如果函数是可导的 那么F一撇严格单调增的时候 这个Fx是严格下图的 如果F一撇x呢 是单调减少的时候 F是严格上图的 啥意思 这个呢 当然证明 用哪个人定理就很好证 我在这儿呢 不证了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看这个书上的证明 我在这儿呢 在给出一些几何上的直观 让我们觉得这个定理很好接受就好了 对吧 我曾经讲过 这是很重要的 希望你对这些数学命题 除了能够看懂以外 知道他讲什么以外 最好能够接受他 很容易理解 是吧 我理解了 什么道理 咱们从形象 这个形态上一下就明白了 那就好 够了 看一看 函数曲线 好 咱们画一条曲线 导数单调增加 什么叫导数单调增加 导数 切线 斜率 我画一些切线出来 你看这些黄色的就是切线 切线的斜率 看 这个斜率 这个时候这个斜率怎么样 负的 负的 因为这个 这个直线和X正方向的夹角是大于90度的 顿角 慢慢小了 小了 小了 小的时候请注意这个负的值就慢慢变成0了 到平行的时候正好是0 然后再怎么样 慢慢这个又升起来了 升起来了 慢慢往这边升起来 升起来 这个角度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就是什么意思 角度越来越大 那个斜率就是tangetalpha alpha越来越大 斜率怎么越来越大 增加了 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这个切线啊 这个斜率在慢慢变化 慢慢变大 所以这个曲线就是凹的下凸的 下凸的 当然了 反过来你也好理解 把凹凸起来这张图画一个切线 这个切线将会慢慢慢慢 对吧 斜率下降 这是第一个 这个判别方法 怎么样 用起来好用啊 当然也好 也行 对吧 判别单调性咱们会判别 但是咱们判别单调性怎么判别 怎么判别 严格增加严格减少 一个函数是不是单调升 或者单调减 咱们看什么 看它的导数是正的 还是负的 那就行了吗 所以咱们马上就有个第二判别法 用起来好用 怎么办 那一阶导数是不是单调增加 咱们看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如果大于零 那一阶导数就是单调增 严格下凸 二阶导数小于零 那么好 上凸 你看这多好 这方便了 对吧 那么这个记好记不好记 也好记的 我曾经想过 集职的时候 咱们记二阶导数 用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抛物线 你现在也用抛物线 抛物线 Y等于X平方 两阶导数大于零的等于2 怎么样 下 下 记住这就行了 你就不大会搞错了 对吧 好 这俩用谁好呢 显然用下面这个好 除了没办法 咱们也才用第一个 对吧 第二阶导数只要好球符号能判别 咱们就用第二个 拐点 拐点什么意思呢 拐点很清楚 拐点这个概念 在现在经济里边常出现 你看报 不知道大家看报不看报 对吧 报上经常讲 咱们现在经济发展到拐点了 房地产到拐点了 拐点什么意思是好还是不好呢 什么叫拐点 拐点是不是要掉下来了 本来上去下来了 或者本来下去先又要上去了 拐点什么意思 刚才讲的上升下降 占掉升占掉下 那点是极值 拐点什么意思 拐点是下图或者上图的分界点 什么叫上图下图的分界点 咱们来这画一个 这个地方怎么样 下图 这地方怎么样 上图 那么通常经济学家们在那说话的时候 专家们 对吧 怎么讲呢 这地方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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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叫你放心 还在增长 还在增长 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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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增长的趋势头不那么好了 这个地方势头很快 这个导数还比较快 现在势头会怎么样 势头会下来 慢慢游气到这种地方怎么样 那就慢慢慢慢可能不行了 就是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拐点是这种意思 往往就是增长 如果是增长的 单调增加的 拐点以后 往往增加的趋势慢下来 还长慢下来 如果是下跌的 单调减少的 可能还跌 但是怎么样 也跌的慢了 拐点拐点 这在经济上很经常有人说 好 那么你看什么意思 下图和上图的分界点 一边是下图的 一边上图的分界点 对吧 好 那么有的时候也说 这个曲线在这儿是拐点 有的时候说函数值在这个 X字变量这一点是拐点 也可以说曲线在这一点是拐点 大部分的书上会说曲线 书上会说 大多数书上会说曲线在这一点是拐点 但是现代的数学书里边很多 就说这个字变量这一点是拐点 好 那么拐点怎么判别呢 好判别 显然好判别 咱们判下图上图很好判别 判什么 判符号 那好 那这个连续函数 这个二阶导数 如果这一点是零 当然也可能不存在 两侧的导数 如果二阶导数 如果变号了 这一点就是拐点 变号了吗 二阶导数变号就是 上图和下图开始改变了 本来上图先下图 本来下图先上图 两侧一号 二阶导数两侧一号是拐点 两侧同号不是拐点 两个小题 第一个 fx是这个函数讨论它的图性和拐点 先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给你一个函数 你研究一下它的图性和拐点 特别简单了 特别简单 怎么样 方才我们讲了方法了 就二阶导数吧 最好是二阶导数 好 f1 有的数上第一盘别法不大说的 就第二盘别法 因为简单而有效 所以用第二盘别法 1的-x平方求导数 好 1的-x平方 这就相当于u eu的导数还是eu u还要求导数 练法则吗 它的导数-2x一阶导数 二阶导数 两个函数求导数 第一项求导数 x求导数 他不动 第二 他不动 他不动 他求导数 前面这个不动 他求导数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求一次导数 就会多出 要前面乘个-2x平方 已经有一个了 好 所以就是4倍的x平方 1的-x平方 把这个整理一下 -2提出去 1的-x平方提出去 里边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2提出去了 还有2x平方-1 对吧 这一项在前面 这一项在后边 好了 马上看出来 两阶导数为0的点 为0的点 是谁呢 x等于正负二分之更号2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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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很简单了 图信怎么样 好 这个函数 就看这个函数的符号了 好 二件 你看 这个当然很正的 前面有个负号 关键看它了 x如果在-2分之更号2到正2分之更号指间 这一项是负的 它是正的 就是如果咱们也可以用个小的表 有的时候往往是很好的 很小的表 有的时候比说话还清楚 当然你可以用文字 但是你看咱们用一个小的表 x x 怎么分呢 看二阶导数了 二阶导数 一阶导数现在要不要不需要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要我们讨论单调性和极值 好 现在是有两个点 一个是-2分之更号2 一个是正2分之更号2 好 从负无穷到-2分之更号2 分界点是谁 -2分之更号2 没错吧 好 下面呢 我怎么写的 写下面应该写上面 对吧 -2 -2分之更号2 -2分之更号2 到正2分之更号2 下面有这个分界点是正的二分之更号2 正的2分之更号2到正无穷 好 有两个点把区间定义区间分成了三段 那么好了 现在符号 首先X如果绝对是很大 显然这个数就是正的 乘这个负的 好那是负 这个二阶导数是零 这个是正 显然是正 因为这是有负号 这个括弧里是负的 对吧 好 这个是零 这个是负 那太简单了 最后函数怎么样 F 小于零 二阶导数小于零 小于零怎么样 上土 零 看这边 正的 下土 这边 上土 这个点 拐点 这个点 拐点 行了 不过看题目要稍微仔细一点 有的时候题目里问你 曲线的 它给你一个曲线 函数 函数曲线是这个 Y等于它 问你拐点在哪 那你就要写什么 写两坐标 曲线的拐点就是一个点 那个图形上图曲线上的一个点 你要写两个坐标 谁 横坐标 重坐标 函数的拐点 我只要写这个 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有的时候你这个做题目的时候 它就这个题目上就这么写 缺陷的拐点 你没有意识到 是要写出两个点 那就错了 要小心 好 下面一个小题 已经知道函数在R连续的 函数在R连续 实数连续 倒F一撇的图形如下 试求F的极致点和拐点的数目 这题 这张图 搞清楚 这不是函数的图 谁的图 倒函数的图 这样的题 咱们做的不多 有的时候猛一下 猛出什么一个 突然拿出一个什么题来 有些同学有点晕 有点没做好 有的时候 像我们曾经在考核的时候 出过这样的题 一下子同学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 这个题没有给你一个表函数表达式都没有的 他就给你这么一张图 叫你去研究原来的函数什么情况 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怎么样 其实是很容易的 毫无难度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单调性 看棘子 看管点 看谁啊 一阶老数和二阶老数的情况 现在表面上你好像只给我一个一阶老数的图 好 咱们现在先看 一阶老数 就是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 A负一批 请注意 A负一批 A负一批 他决定谁 决定单调性和决定极止点 极止点什么地方 左右两侧一阶导数一号 这个点就是极止点了 先正后负 结晓 先正后负 结晓 先负后正结晓 好 看这张图上面 正负的交界点在哪 先负 先正后负 结晓 先负 先负 后正结晓 这个点有关系没有 一样的 先正后负 结晓 先负 后正结晓 1234 这四个点 两侧一阶导数都是一号的 好 这四个点 两侧一号 两侧一号 所以fx有四个极止点 没错吧 四个极止点 第二个呢 拐点呢 拐点要看两界导数 咱们上面有吧 没有 但是别忘了 还有第一判别法 一阶导数改变单调 下降下单调减少减少 跑到这个地方怎么样 增加了 这个点其实就是二阶导数等于零 一阶导数你看 这个是个节点 一个点 好 在这儿 这个地方一阶导数增加了 这儿呢 所以这个地方断掉了 这个地方一阶导数还增加的 别忘了 一阶导数这儿增加 这儿还增加 所以实际上就一个点 几个拐点 几个拐点 一个拐点 对吧 F一撇 在某一个点 一个点的两次单料性改变 所以Fx 仅一个拐点 这样的题 小题 有的时候不大做 一下子 不知道怎么判别 大家要知道 好 今天我们就要这个题 感谢观看